最近梅西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 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欧宝体育获悉很多球迷都在关心着球王的状况 以及他为何会感染 而近日这两项原因也都有了结论 是在他侄子为了欢迎他的回归组织的派对上 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且他在感染初期时 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 头疼难受 甚至严重影响到他的睡眠 不过最近的情况也有所好转 这也让不少球迷放心了不少 梅西这次回阿根廷度假的经历 也让不少人记忆犹新了 回来之时 阿根廷媒体专门对他进行了现场直播 而回到家乡罗萨里奥之后 更是四处游荡 参加了许多的派对以及节目 尤其是在圣诞节当天 他侄子也是专门组织了派对欢迎他的回归 当时他们组织聚会的场地也有些封闭 并且参加这次派对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梅西在这次派对上玩的也是非常尽兴 和安东内拉一起在歌在舞的 度过了愉快的一夜 但在聚会过后 他也是被确诊为新冠阳性 目前他也是在罗萨里奥 继续接受着治疗和隔离 据悉在他刚开始感染的时候 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 甚至出现了头疼难受无法入睡的情况 而经过这几天的治疗和隔离情况 也有了好转 不过对于梅西来说 想要回归巴黎镇中校里 还是需要再等待一些时间的 毕竟要等到他的核酸检测彻底成阴性 才有望回归巴黎 而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还不确定 甚至有媒体猜测 他恐怕要缺席对镇里昂的关键战役了 不过对于巴黎来说 梅西现在即便无缘代表球队出战 也不影响他们在罚假赛场上的高光表现 现在他们也是罚假赛场上 一起绝尘的存在 领先第二名的尼斯多达11分 所以梅西即便缺证比赛 对球队的影响也不算特别大了 不过梅西还是应该从这次新冠感染中 得到教训了 毕竟他这次回阿根廷的旅程 属时有些过于浪荡了 不知道这次新冠疫情 是否会对他的个人状态产生一些影响呢 这个也让不少球迷担忧不已了 希望不会影响到他的状态 在接下来的罚假 以及欧冠赛场上交出更好的成绩 毕竟对于欧冠冠军 他已经期待了七年之久 所以这次希望能够如愿以偿的捧回大耳朵杯 继续